2007年台湾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举办了不老骑士autobuy还台活动 后来被台湾大宋银行拿来作为题材拍摄剪辑成为电视广告 这个描写无畏或丧偶或身上有病痛长者 骑着摩托车还台湾全岛真实故事感动不少人 连美国的Discovery频道制作人本身也是摩托车爱好者的Peter Starr也深受感动 他现在号召美国十位的不老骑士准备到台湾展开11天的梦想奇迹之旅 五个台湾人平均年龄81岁 根据五位丧偶或是有病痛老人 骑着摩托车热血环台湾全岛真实故事所拍摄的银行广告 跨越地域界线 感动美国的电视制作人 也是摩托车爱好者的Peter Starr 我曾经看过电影 《大人的电影》 我必须说 我哭了 它触碰心 它触碰心 因为人们老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尊重他们 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 这些人都没有人做到的事 在他的号召下 总共有10名62岁到80岁的美国不老骑士 准备到台湾参加11天的梦想奇迹之旅 另外许多摩托车爱好者也将随行 那对美国人最大的吸引力我觉得是异国文化 当然风景很棒 但是我认为是在其次 那如果我今天是我的话 我会邀请他们去我们台湾 看看我们这个不同的文化 跟不同的生活动脉 这也将是台湾观光局结合地方旅游业者 合作开发所带出的最新旅游项目 那对观光局来讲 我们当然是希望一方面开发 让台湾的观光产品更多样 那另一方面也就是说 我们让这种感动的力量 回来之后能够在美国的各个族裔来传播开 提升我们的观光市能度 对于这样结合台湾地理特性 与社会特色 旅游业者相当看好 我对这个非常有信心 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台湾的很多地方 用机车来环岛的话 你看到更美的地方 这些美国摩托车骑士 将在这个周末抵达台湾 骑乘三阳250cc的摩托车 展开10月14号到24号 总计11天达环台摩托车之旅